大家好 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政府驻瑞士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外交使团 这个日内瓦是仅次于纽约的 有好多联合国的机构 好像有联合国裁军会议等等的 有好多机构都在日内瓦 仅次于纽约 联合国的机构不是都在纽约 纽约是总部 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教育科学文化组织 总部就在法国巴黎 当然还有一个叫国际刑警组织 跟联合国也有一定的关系 国际刑警组织也在法国 在法国的里昂 然后瑞士 瑞士的日内瓦有好多联合国的机构 当年那个日内瓦会议 是吧 周恩来不去了吗 还被人家羞辱了 被人家杜勒斯国务卿 不跟他握手 给他气得够呛 是吧 关于这个越南内战 划分这个北纬17度线 是吧 这个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然后这个另外在这个意大利的罗马 好像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还是什么组织 在意大利罗马 还有一个总部 可能是联合国的一个农业机构 我不确定是粮农组织还是一个什么机构 应该是在肯尼亚 在非洲 这个肯尼亚首都内罗比 其他的城市有没有联合国的这种总部的这种机构 我就不知道了啊 这个俄罗斯驻瑞士日内瓦外交使团的一个参赞 参赞贤啊 关贤是参赞的一个外交官 资深外交官 可能有40多岁 干了至少20年的外交工作了 叫包里斯邦达科夫啊 包里斯 俄国人好多叫包里斯 是吧 叶利钦也叫包里斯啊 这个宣布叛逃吧 或者叫弃案投名啊 他也总结了 他发了一封公开信 他说他干了这么多年 也一直在外交机构 他知道俄国的政策越来越 怎么说 走向反人类啊 越来越与全世界为敌 越来越疯狂啊 越来越不正常 他实在受不了了 于是等于他就放弃他的官职了 投奔自由世界了啊 这个人 他不可能回 不可能回苏联啊 回俄罗斯 回去肯定死路一条啊 苏联这个体制啊 大量的人外逃 这就像当年东德 为什么有那个柏林墙啊 没有柏林墙 东德人恨不得啊 我不能说都跑了 也跑个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之前大量的有学问的 有技术的啊 这个知识分子 各方各面的这个专业人士 包括技术工人 年轻力壮的男性女性 当然不羡慮也有小孩 因为东西柏林之间可以自由通行 后来实在不行了 东德感觉人快跑光了 后来在苏联的支持下 修了一个柏林墙啊 还有搞过两次封锁西柏林 两次把路上的铁路公路水运 有运河 有河流 自然河流 全部封锁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西方 用这个空运的方式 昼夜不停的往里边运物资 有的时候每天几百吨 几千吨 甚至上万吨的用这个运物资 是吧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从哪往哪逃 我去过韩国 韩国那个那个三八县 三八县上有个牌位 有个牌位啊 可惜我那个博客被被封掉了 我上面原来都有照片 我都发过博客的文章 文字图片图文并茂 叫在以北副祖牌位处 就是在北朝鲜的 就是祖祖辈辈的牌位 那没办法你回不去 就得跟那磕个头 象征性的 我问过我们的导游 我们的导游是山东烟台人 然后他拿着中华民国的护照 他侨居在大韩民国 啊 OK 然后他我问他 我说南北朝鲜打仗的时候 往哪边跑的人多 他说当然往南边跑的多了 往北边跑的人太少太少了 那除非脑子里边进水了 就把脑袋瓜子被被门给挤了 神经病傻逼对不对啊 然后这个当年这个对 说到这长津湖长津湖战役的时候 美国人为什么撤退的速度比较缓慢呢 因为有9.8万多人 将近10万北朝鲜的老百姓 跟在联军的后边 让联军保护他们 逃往南朝鲜 最后在那个港是咸兴港 还是南普港 是吧 美军最后把这9万8千多人 全部带走了 对吧 就包括了前任刚刚下台的 这个比较亲中 也比较亲北韩的 大韩民国的总统 叫什么文在寅 他的爹妈就当时逃难 逃到南朝鲜 就是在长津湖战役 被美军保护 如果他们不逃过来 会有文在寅吗 对吧 咱们再说 北朝鲜 不叫北朝鲜 北越越南北方 在中国还有苏联 也就是俄罗斯支持下 1975年 他们占领了南越 他打过来了 美国人后来不管了 美国人就反战吗 本来是能打赢的美国人 美国人的力量在 就在于美国人想不想管 想付出多大代价 北越的这个 北越的军队 北越的军队 这个进入了这个南越的首都西贡 就是现在的胡志明市 我认识的一个老太太 今年有70多了 她那会儿就是中国医疗队 就是中国医疗队 中国一直支持北越 说我们不干涉什么 其他国家的内政 什么武向原则 基本原则 那都是瞎扯 她就参加医疗队 就在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 她就在北越军队的保护下 进入了西贡 她说周围都是枪声 都是当兵的 拿着枪保护他们 他们去救伤员 这个老太太 后来就是中日友好医院 中日友好医院某一个科 我不说哪个科了 某一个科的护士长 是他亲口跟我讲述的 好吧朋友们 我们接着回来说 这个俄罗斯这个外交官叛逃了 这个俄罗斯的外交官叛逃的 可不是一个两个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吧 具体日期我忘了 有一个叫舍普琴科吧 可能跟那个著名的乌克兰诗人 名字接近 可能叫舍普琴科 这个人在联合国 他是什么官职 大家知道吗 副秘书长 副秘书长啊 为什么呢 这个为什么他是负的 不是正的呢 因为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 所谓的五常五大国 苏美英法中 不允许当老大 因为这五个是常任理事国 在安理会有特权 他们是战胜国 他们是那个 永远在安理会里边 安理会15个成员国 那10个 每隔一段时间 他要经过选举的 他要换的 轮换的 这五国是不换 所以不能让啊 你你已经有特权了 你就不能再当秘书长 所以呢 可以当副秘书长 你看中国 就是红色中国 也派了一个人 是唐明赵 唐明赵的闺女 就是唐文生 唐文生有个闺蜜 叫王海荣 我见过王海荣啊 这个 好吧 就说到这儿 不能说到这儿 没说完啊 这个拐来拐去 拐的弯太多了啊 然后这个 那个外交官 苏联的副秘书长 然后克国伯 当然监视他呀 他在纽约 在联合国总部啊 监视他 这个人产生了异心 最后 在美国特工的帮助下 逃到美国去了 带了大量的机密文件 是吧 类似的人 还有北朝鲜的黄长叶 对吧 主体思想 捧金日成 捧金正日 这都是他发明的 他还跑到南朝鲜了 对吧 类似的南朝鲜 韩国的这个级别的官员 有逃到北朝鲜的吗 没有 是吧 苏联这么高级的外交官 联合国副秘书长 他能逃到美国去 美国类似级别的 有逃到苏联的吗 没有 再给大家说个人 斯大林的女儿 斯大林从小特别宠的女儿 叫阿里鲁耶瓦 阿里鲁耶瓦斯维特兰娜 也逃到美国了 对吧 他是第二次婚姻吧 嫁了一个印度人 这斯大林不太高兴 但是他还是逃到美国了 到美国 他还举行了记者发布会 对吧 还有啊 罗马尼亚 给罗马尼亚争光 罗马尼亚之光的那个著名的体操运动员 科马内奇 科马内奇也逃到美国去了 对吧 他之前在罗马尼亚 是被齐奥塞斯库的儿子 齐奥塞斯库的儿子玩弄 拿他当个玩物 拿他当性工具 没办法啊 没办法呀 有那个淫威 他害怕 后来罗马尼亚 是在垮台的前后 齐奥塞斯库垮台的前后 科马内奇逃到美国了 对吧 中国也有啊 中国好多演演员 好像上海京剧院 一个整个一个团队 到了美国 整个就不回中国了 是吧 还有一个网球的女运动员 叫胡娜 对吧 还有上海的一个乒乓球的运动员 是国家队的 叫何智利 后来非让他让球 他不让 对吧 后来他嫁给一个日本人 改名叫小山智利 对不对 好多这种人都回不去了 对不对 他不回去了 这就叫弃暗投明啊 好吧 朋友们先聊到这啊 我这资料多了去了